那我們這邊再來岔題一下 就是說如果老師 比如說你看 我在這邊 我們OneNote這裡 因為像現在學生很多他是 就是像我剛剛講 有Line或是FB 你要他再註冊個Mail 或者用FB註冊 登 註冊這邊OneNote的 其實有時候會遇到很多問題 光解決這個問題 像我禮拜一去領動中學 然後就說我大概花了兩節課 去解決同學那些登錄的那些 有的沒的 我說這樣子太浪費時間 那OneNote有一個好處 就是他有這個訪客 訪客 那你點這個訪客呢 他有兩種 一種是直接就試試看 那一樣他都有所謂的學習歷程 當然他的功能上會有一點點不一樣 部分功能也不一樣 那麼 待會試試看之後 他產生一個代碼 那這個代碼 如果您希望他下次繼續使用 您可以下次呢 請他記住那個代碼之後 直接輸入代碼就進來 他就可以繼續沿用他的這個內容 像我現在有一個班級 我是這樣做的就是 那你不用做這樣 蛤 那你不用做這樣 對啊 對啊也可以啊 對 沒有沒有那個代碼他這種產生的 但是我們待會兒要幫他改 您看一下我在這邊的 我找一個 呃那個 呃那個 班級 所以他要跟住這個代碼 對對對對對 那您看吼 我這裡有一個那個 南投的 在這裡 他們班的我就全部都用代碼的方式 我先幫他們 就是請他們自己用這樣的方式進來 然後自己來改 你看 看起來都很正常嘛 對不對 這個名字的部分都很正常 可是你看一下我們右手邊 有沒有 也就是說他本來是要email註冊 可是你用OneNote的那個訪客的時候 他會幫你產生一個他自己email的 有沒有 他自己網域的 那前面這就是他的代碼 八位數 好 八個 八個數字跟那個文字 那麼部分大小 呃我記得應該是沒有大小 大小小的問題 就是 你如果下次呢 要進來就直接在這邊打就好了 那你看我現在先試看看 點進來 他跟我們一般其他的平台比較不一樣 就是他有這樣的功能 我覺得對於就是不在電腦教學上課 或者是說不是以資訊為主的這種課程 這個是相對方便 幫學生見帳號 好 那你看進來之後有沒有發現上面是這個 對不對 那如果說假設老師的學生可能有三十位四十位 第一是老師自己見比比較快 好 就是你進到這邊進來之後 把他編輯個人資訊 你就趕快姓跟名打進去就好了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看的時候就知道這是誰 那到時候如果他告訴你 老師我就忘記我的 沒關係 您在群組裡面點到成員 有沒有這些又出來了 他就可以登錄 或者你就印成一張表給他們 還是公布在他們資班上 FB也可以 所以這樣大家都會知道 因為說真的 如果你透過那個 E-mail通知他們說 幹嘛幹嘛 他也告訴你 老師我沒收到啊 對不對 所以問題反而比較多 所以您透過這個方式 可以比較快的就解決掉 你看他這裡有沒有 就這個 比較快解決掉就是我們一般 就是老時候遇到同學註冊的問題 那你進來之後 他的功能 百分九十是跟一般帳號一樣的 所以一樣找到我們的群組 你看 比如說找到我們自己的 在這裡 點進來 有沒有一樣可以加入 甚至老師 如果比較久了 你把他加入進去就好了 你也不用再問他了 那如果說老師這個課程 因為我剛剛課程是開放的 所以直接 是不是找這個發現這邊就有 萬一我的課程不開放呢 對不對 因為我不希望你有外部的干擾 那麼您可以在這邊 在群組這邊 您看這裡 我們這邊可以產生一個代碼 有沒有 這裡有一個代碼 比如說您看我們的這個群組 這裡有一個代碼 對不對 你按一下 可以產生代碼 阿如果這個號碼不喜歡 有沒有 像我們在領車牌啦 沒有 哈哈哈哈 哈哈 我們在領車代碼 你說要刷這個比較好的字 比較好的字 就按重設代碼 找到一個你喜歡的 找到之後 然後這個 你把它複製起來 告訴他們 然後 或者是您自己加入 就到群組這邊 到群組這裡 這裡是有一個 因為我現在在這邊已經加入了 我點到這裡 加入的群組 有沒有加入 按一下 你把那個代碼打進去 它就進來了 所以我會瞞見老師 第一次乾脆就幫你們做完 雖然我們好像比較辛苦一點 但是你會發現 大家比較快就進入正軌 你少了解決那些所謂資訊的問題 因為那些問題不應該是 我們上課的時候要處理的 對不對 這樣老師就可以 把您比較多的信力 就放在您的課程上 才不會覺得說 阿那數位工具叫他用 可是事實上它確實可以幫助我們蠻多的 這個 那我現在就是 Google Clouds 你可以不用直接用這個 跟他沒有任何關係 他是獨立的 他是獨立的 這會員什麼呢 什麼工科什麼 做一個全部就在 叫他們Google Clouds看 阿真的喔 喔那老師那你也算不錯的 有數位化 阿現在就直接叫他們 對對對在這邊 那問題他會懶啊 那就要看了 我一面的過去 他會收他的Google Clouds 那問題是 他要自己主動來 先不會被動通知吧 如果老師希望他 他去收那個Mail的話 那當然就是他用註冊的會最好 他要註冊的會最好 因為註冊的 假如我現在做了什麼東西 他要主動上來看才知道 還是說 我剩一個新訊息人 還是跟那個科學會通知過去 如果您希望他有Mail通知的功能 因為我們在 因為我們在 有有有 他在這邊齁 您如果在這裡 假設做了訊息有沒有 這裡有一個傳送E-Mail 所以如果他是用真的 用E-Mail註冊的 那他會收到 可是剛剛那個 網路那個訪客那一種 就沒有 因為他 對對對 那也可以 如果說老師比較強 要這樣 那其實說真的 我會蠻記得老師 就是說除了 用這種通知以外 其實您可以 就是在上課上直接 課程上就直接講 就比如說我今天 什麼時候要交作業 或者就是那個期間 我們就公告出去了 可能這樣講 比so-mail還有用 因為so-mail只是一個提醒 像我剛剛提到的 就是有同學在這邊 老師我沒有收到啊 我知道 但是他會告訴你 老師我就沒有收到你的通知啊 對不對 有的就會 或者說 老師我家裡面最近 電腦不能用啊 你的問題就會多很多 但是 就是說 我們上課的時候跟他講 那在上面有公告 不送沒有 還是一樣的公告 因為我是 在那一開始 我的課 就是馬上要 電腦給我 他直接用三四二資料 對對對 所以 我了解老師的意思 我的 有訊息我就 找到那個 嗯嗯 所以可能老師也是要花 大概一節或兩個節 要處理多節 對不對 一定都要的嘛 對那所以說 現在就看老師 您覺得說 這個通知 有沒有是一個必要性的 如果您覺得是必要性的 大概就是原來的方法 就是原來的方法 對那如果您覺得說 欸我 可以搭配我課堂的時間 來做 那其實我 我反而建議老師 您用這個訪課方式 就很快就解決了 就是同學進來的問題 那他們 就好像他們在用也不一樣 養成習慣之後 他就會上來這邊看 喔老師有沒有公布什麼訊息啦 或者是有什麼作業 因為教材都在上面 那這樣是不是他們要找也很方便 你用Google Plus 其實有時候反而他們要找教材什麼 或者是一些 那我都在於那個協作平台 喔喔喔 對對 協作平台 對了 老師講到協作平台 這裡也可以把協作平台那種放過來喔 怎麼樣 Google雲章 就是您的那個協作平台的那個 頁面有沒有 也可以加到我們 OneNote裡面的任務裡面 當成一個教材 您兩邊是可以結合在一起的 那可以稍微 可以可以可以 那您看齁在這邊這個 不過您要稍微留意一下齁 就是那個協作平台的部分啊 他預設是不能被砍入在那個裡面 所以砍入就是像這樣齁 我們在看教材的時候您看一下 點到他 假設要看這裡面的教材 好 雲端粒有什麼特色 點進來之後 你會發現 我的這個頁面內容 有沒有被開在OneNote裡面 有嘛對不對 我們看另外一個教材 你看有沒有我的教材被開在OneNote裡面 那麼我們的協作平台 預設是不允許這件事情 因為 對他會獨立出來 那但是呢您可以 做個修正就好了 您看一下齁 您只要進來裡面做個修正就可以了 你看像我在這裡 在這邊 我到協作平台裡面的這個管理協作平台 他有一個允不允許 這裡 應該在下面 好在這裡 有沒有個安全性 允許在其他協作平台 他雖然講得很老口 但是意思就是 你的網頁內容 可以被 放在人家的頁面裡面這樣子 你如果這個沒有勾起來 他就是 OneNote還是會顯示一個 畫面給你看 告訴你說 很抱歉 你現在這個頁面沒辦法加進 你要點一個操練 你點出去 可是如果你那有開 就跟這邊一樣 這樣子你就 OneNote跟老師的協作平台 就集合在一起 這樣可能老師在使用上 因為你就不用說 我還要再準備另外的教材 我就原有教材 一樣可以繼續來這邊用 好 OK 所以我們在 岔開 跟老師稍微介紹一下這個 OneNote的這個部分 希望對老師會有所幫助 就是這樣子 好